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嫂子 天真 我告诉你呀 天真 你要敢离开这个家半步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你闹什么闹啊 你也谢谢 你说你们家天真 你是咋样的 怎么通情达理 善解人意 理解人意 咋 俺说错了吗 好 ello 这我 嗨 老板呢 不知道 找一下 好 老婆 老婆 我都迟到你快回来了 快快快 我刚给你做 烫一下 快快 你最爱吃的韭菜鸡蛋馅 还有馅儿呢 这是菜中烫 慢 饿了吧 什么事 怎么了 不是 老温 你怎么了 你相信爱情吗 是 是 什么 以前 如果别人跟我说 中年男女在婚 是因为美好的爱情 我非恶心死 不过今天看了我哥 我嫂子那样 我承认我错了 老婆 你到底一下说什么呀 你 恕了你不懂 而且越说越不懂了 但是老婆 只要有你在 我就相信爱情 还算让你起来 好啊 好好好啊 你很酷啊 你很酷啊 妈妈 为什么不高兴啊 妈妈没有不高兴 得了吧 这我还看不出来 真的没有不关心 那你为什么不像马长一样 搂着心了一口 好啊 请我们仇仇 跟郑叔叔吵架了吧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小文静 被我猜到了吧 你别担心 回去我收拾他 仇仇 今天晚上 我们回姥姥家睡 不会吧 这么严重 不问那么多行不行啊 走吧 晚上回到姥姥家想吃什么呀 大闸蟹 大闸蟹啊 你姐 怎么今儿不过来小时洗碗来了 你还想得真美 我这不是替你洗着呢吗 你看 你爸你妈也是一脸的严肃 跟平时一点都不一样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哎呦喂 能出什么事啊 你在这里秘密欺负他们的儿子 老郎可不高兴了呗 不可怜啊 你说今天吃完饭以后 姐姐马上拉着重路就进卧室了 肯定就要住这儿 这 这不很正常吗 你都瞎想个什么呢 正常什么呀正常 你这你天天脑子都想什么呀 一点不像正常 那肯定啊 是他跟老郎吵架的 你要这么说 还真有点像啊 哎 我问问姐 哎 你别老那么大婆行不行啊 这很重要 别别 别别 你别别 哎呦 哎呦 哎呦这碗 你这是多俩人这碗 就是多啊 哎呦 刚醒了 我已经很相信了 你是不是说 因为我刚好 搞得现在还搞得 这 呦 妈 这么逗电视你 你都不在笑的呀 什么自信都没有 这 这 这情况不太对 你怎么了妈 哎 我姐她是不是需要住这儿啊 你为什么要走啊 哎呀 怎么了 不是怎么了 我是不关心她吗 她是不是跟老郎吵架了 我说了 我不是话一声了 为什么我转小子都不信呢 你啊 你什么都不跟我说 我真是关心的 我怕老郎欺负她 行行行行 那那那那那那那 那您不跟我说我走了 我自走多情 行了吧 别走别走 哎 帮我劝劝你姐 现在我说什么她都听不清 没问题 那我劝人最在行啊 啊 你劝她什么 就这么 她跟郑县是离婚 是吗 不是吵架是离婚 这么严重呢 我妈你放心 交给我了啊 你放心 你错了 帅哥是我 妈 那您的意思是 让我全能跟老郑离呢 您还是让我全能跟老郑不离呢 你说呢 不离 不离 接受着 接受着 姐 我跟你说啊 你别傻了 那婆婆算什么呀 最重要是抓住老公的心 只要老公的心跟你在一起 你让她妈爱怎么闹怎么闹 你可别让人欺负的 再一次净身出户了啊 菲菲 你吵得我头都疼了 你能出去吗 让我安静会儿吧 姐 我这可都是为你好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那你出去行吗 哎呀 姐姐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坐下吧 我跟你说啊 你千万不能让人家再说什么离婚不离婚了啊 姐 我这可是收妈任务来的 你要不答应我也走不了 你爱走不走 你坐着吧 姐 我跟你说啊 这妈不在我才说的 我跟别人都没说过 我呀 要把我当儿媳妇的心得体会 给你传授一下 你知道 作为儿媳妇 跟婆婆相处最重要的一点 是什么吗 不知道 你肯定不知道 我跟你说 那就是 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她爱说什么说什么 你就左耳朵听 右耳朵冒了 我就是这么对付我婆婆的 姐 我婆婆 她是你妈啊 对啊 对啊 姐 我说错了 可是我没说妈坏话 姐 我不是诚心的 我 我的意思是说 姐你得理解我 作为像妈这样的儿媳妇 妈是太后级人物 我要跟她相处 我真的 我要没点小心眼 我不打点小算盘 我做十件做事 妈九件都能看出来 你说我不早被她踩脚底下了吗 我理解你 菲菲 所以我觉得 你现在应该出去了 不然我就把你的话 告诉我妈 那 那我出去 你就不跟妈说 我不跟妈说 你一定不跟妈说 那好吧 那 那我出去了 你自己好好考虑我那番话 好 那我走了 走吧 姐 姐 刚才天舞 是你亲地狱的份上 刚才那话 你千万别跟妈说啊 好 我一定不跟妈说 行吗 如果 你要是说了 也就意味着 再也见不到我菲菲了 好 我们一定会见面的 好吗 菲菲 那我就送你了啊 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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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走啊 好 妈 我劝不了她 她什么都不听我的 这孩子怎么这么宁啊 天真 天真 把门开开 天真 妈跟你好好谈谈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啊 这孩子 开门呐 这急死门了 你说她 你说你姐真是的 解释啊 吃饭了 那里又是她提出来的 你阿姨没学什么呀 你没学什么 你不闹她会跟我离婚吗 你这孩子 你 你就没人天真实答题 要不说我以前看错她了 她真是个难得的好孩子 她能不能这么做 妈妈这心里感激呢 跟她啥似的 俺想好了 俺不能亏待她 俺那村热伤有十万块钱 那可是妈妈一辈子辛苦 省之间用攒下来的呀 安全给她 都是两码事啊妈 你还看不出来吗 天真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我好 你就是因为俺看出来 才这么做的呀 我不可能跟她离婚的 这么好的女人 我上哪儿找去 太难了 妈妈只都难找 你要绝少 你再补点 咱就图个心 我跟你说 阿妈 一开始吧 我们俩没孩子 我觉得挺遗憾的 可是现在她这么做 我觉得没遗憾了 没孩子我认了 多好的女人哪 我打着东楼我都找不着 我要跟她过一辈子 哎呦 哎呦 你 哎呦 不带这么没脸带皮的好不好啊 人家提出要跟你离婚的 你干什么这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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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了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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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这孩子你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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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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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哥 怎么着 我怎么听说 嫂子要跟你离婚啊 哥 千万不能犯傻呀 哥 我敢向你保证 从今以后在这个世界上 你不可能再找到一个 像我嫂子这么好的老婆了 知道了 这有你啥事 你说有你啥事啊 胡子 真是的 妈妈妈 我们今儿来 是为了表明我们的立场 咱家香火再重要 也没我嫂子重要啊 胡子 我能代表咱家吧 能不能 太能了 我俩不同意 真有意思 你们俩爱同意不同意 这本来跟你们就没关系 这没你们啥事啊 行 你们聊吧 我找你嫂子去了 谢谢 妈妈 谢谢 干嘛呀 谢谢 妈妈 你站住 您走 试试您 妈 有事 试试 妈妈 请那儿理事 你先说 妈 妈 我先一个人 干什么 这 这体力怎么那么好呢 牵牵手子一直装病呢吧 你才看明白啊 给姥姥带下去 给姥姥玩一碗去啊 好 干嘛来找我呀 我那天不是说过了吗 我回妈家住 你不要来找我 你这个人是真有意思啊 这是你自个儿的家吗 你做得了主吗 说来来 说走走 你把你妈这儿当旅馆了 反正这是我的家 重杯茶喝呗 好 就算我不是你老公了 至少我还是个客人 吧 算了 我自个儿来 上回 我给丈母娘送的绣龙井 我知道方案 我对这儿门清 你家里 地儿 还是那个地儿 人 还是那个人 我说啊 杨天真同志啊 你能不能想一想啊 你说 咱俩口子走到今天 容易吗 尊县实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先听我说 我知道我们俩在一起不容易 可是 我不能老欠着别人来过日子 不 长久下去我的压力会太大了 这样对我们的身心都不好 我们会得癌症的 你说什么呢你 不就是我妈在那儿下折腾吗 你放心 我把她送回老家行不行 那你们老家的人怎么看我 骂死我呀 不会骂你的 要骂也是骂我呀 那甭管骂你还是骂我 你妈会伤心的 那你妈伤心 你会忍心吗 她毕竟是你妈呀 是 我是不忍心 不过你放心 什么时候我妈想通了 接受你了 我一定把她接过 小谷 你把你妈当什么了 让她走就走 让她来就来 她能干吗 这事你甭管了 我来安排 那天反正我说得很清楚 我是要离婚的 我现在回去算什么呀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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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说你 咱都不是年轻人了 到了咱家岁数 做任何事情 想惊惊老子行不行啊 说离婚就离婚 上感情啊 她也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不是啊 我跟你说啊 最近我想明白了 有没有孩子 真的无所谓 但是没你 我有所谓 我还是不能回去 你怕什么呀 你放心 你回去以后 我保证没有一个人 说你一个不字 要说只能说我 说我太一杯 你脸皮厚不厚 可是我话都说出去了 你来找我就回去了 那太奇怪了 再说我这心里也不踏实 这有啥不踏实的 我不是说了吗 天塌下来 有我这魅力行的 真行啊 必须的 听你过 不厚我 你们俩说也没用 反正你嫂子已经走了 安卡她也是说话算数的 以后这日子各国各的 啊 你个的事啊 操心 你们俩该干嘛干嘛去 我真没想到 你现在被看这样 就是 不早了 赶紧走回去吧 拜拜 拜拜 来呀来呀来呀 妈 我把天真接回来 嫂子 嫂子好 好 信实非让我回来 哎呀都go home了 有啥不好意思呢 你看你 嫂子 嫂子你让我信你去呀 嫂子你能回来 我还可高兴了嫂子 嫂子 嫂子你跟哥走的天天太不容易 所以你千万不能干啥事 嫂子 嫂子 妈 不不不不不不 慢点你你你你你你你 你们的嫂子 哎呀没想到 原来还挺好啊 哎呀您就别乐了 你看妈都不高兴了 没事 明儿我就把老太太带走 放心 你选什么你选什么你选什么啊 你要把他带哪儿了啊 俺哪儿也不去 哎呀呀 把你们一个个拉扯大了 咋的 让你们来摆布俺呢 俺告诉你们 俺生不是这儿的阴 俺死是这儿的鬼 哪儿也不去 都跟俺哪儿来哪儿去去 还反了呢还 중요 한데 你那是鬼 我们知道 好 ll 给她 都跟她 他们对她 都是尝尔 り 怎么 山崖却尾巴长娶了媳妇望了棉 今儿是见着不讲理的了 你非有她这么当老人的吗 老婆 我觉得你说那话也不靠谱 你把妈接来我双手赞成 那你接着咱住哪儿 咱家就一张床 她要真跟咱走 我为了她 咱找姨能放下两张床的地不行啊 越来越麻烦 谁还拿得没办法呢 郑小敏 最近变化挺大呀 我怎么记得以前 你对咱嫂子可比对咱妈厉害多了 现在开始维护咱嫂子了 怎么着 要跟咱妈唱对立面了 我之前反对是因为不了解 再说了 我是担心我哥 万一碰上一步考驳了怎么办啊 神明大义 杨婷真这人确实挺好的 也了解没什么坏心眼啊 什么都放明面上也不藏着掩着 而且对咱俩事还挺上心 我哥跟他在一起啊 比跟谁在一块都让人放心 老胖 就凭你这句话 我明天就搬店里 我自己一人住去 我都想好了 这不快到留纪了吗 我提前逮妈回去得了 不是 老胖这可不行 咱俩现在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生儿育女 算算算了 好几个月都没怀上了 也不急这俩三月啊 那你要没问题 我也没问题 你当然没问题了 我走多好啊 我走了 你可以跟隔壁一小寡妇 没老眼去 哎呀 周小米 咱能不能不那壶不开提那壶啊 反正我走了 你也没必要一人在那租房 多贵啊 一个月两千多 你买一行军床 往饭店一放 早上去了不用早起 晚上兼职当一保安 一举两得 老胖 你知道为什么 你在我心里面 永远是堵一弯吗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人比你再会过了 那我有病啊 我省出钱给你提供一壶来地儿 我告诉你 哥们这形象 我告诉你 想胡来店里更方便 敢 桃虎子 我还告诉你 你跟我离婚行 你要敢再和我离婚前 有什么歪心眼 有什么什么那个花花肠子 我砍死你 我砍你砍你砍你砍 跟谁说话呢 能不能理直点啊 是不是分不清楚谁是大王了啊 善意的提醒善意的提醒 善意的提醒 善意的提醒 哎呦 你要不犯错啊 那不就没事了吗 妈 来 吃早点了 你想在哪儿吃啊 别叫啊 不带 妈还是吃点吧 那个我知道您不爱喝牛奶 我特别买了一个豆浆鸡 做的新鲜豆浆给您 这个豆包也是您爱吃的 还有鸡蛋 我都准备好了 您吃点吧 干什么 咋的 听不懂中国话是咋的 而说的不是中国话吗 干什么这次 不带 不带 就不带 别脸啊 妈 谁都别脸啊 妈 这次干什么 杰斯啊 得抢药了 行的行的 少说两句吧 妈不吃就算了 你吃吧 你吃吧 我吃过了 我公司还有事了 我得早走 你赶快吃吧啊 我走 不用不用 真不用 我吃过了 我吃过了 妈 您要是现在不想吃 那我就先搁那儿了啊 我上班去了 您想吃的时候 就放到威多鲁里 自己热一热 那个豆浆两分钟 豆包一分钟就行了啊 妈 再见 快吃啊 我走了啊 什么时候不吃 不用你送我了 怎么不吃 哎呀 你和我妈说什么 你就别插嘴啊 你不插嘴是没事的 你一插嘴 她有时候 拱她伙 你知道吗 知道了 那个 照顾好妈的感受最重要 我这边牛脸都没事 你看啊 要不说我媳妇好呢 我妈这个人她不失货 不过过两天她就回老家了 一会儿我去火车票去 这么快啊 这那不感觉像是 强迫她走似的吗 那不是不是 这叫快刀斩烂麻 恶病恶治 这不太好吧 哎呀 这事你就甭管了 这是我和我妹妹之间的事 我妈这个人吧 整天在家没事干 是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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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嘚 她只要一回老家 哎 养养鸡呀 养养鸭呀 聊聊天啊 啥事都没了 我不能生孩子的事情 你跟你们老家人说了吧 没有 我这种事能说吗 说了不丢我的脸吗 行了 我妈只要一回老家 啥事都没了 走 好 杨姐 这是您那天谈成的那份合同 我给你送吧 哎 谢谢啊 喂 杨阿姨啊 您好 我是您的保险代理员杨天真 哎 您好 您好 最近这段时间 也没给您打电话 您一切还好吧 哎 那就太好了 我没什么事儿 我就是要做一下定期的随访 跟你说一下 行 行 行 出来 嗯 两张 明天中午 小心 啊 谢谢你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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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起来 哎 你不行 你回头再说 走走走走 哎 杨姐 有必要老这样跟客户联系吗 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首先呢 我认为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我应该做好自己的本分 把我的客户都服务好 其次呢 我也觉得 不能只把客户当成客户 应该学着 怎么让客户成为我们的朋友 朋友之间就是这样的嘛 你惦记我 我也惦记你 所以 我后来好多新的客户啊 都是这些老客户 把他们身边的朋友介绍过来的 真的假的 真的 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其实也很简单 把我的真心 放你一手心 妈 电我已经安置好了 这票我哥也给你买好了 你什么时候跟我走 谁让你安置的 谁让你哥买票的 按啥时候说要走的 你不走你在这儿待着干嘛呀 按啥不干就不能在这儿待着了 嘿 按想在哪儿待就在哪儿待 你稍干废话啊 我告诉你啊 妈咱讲点理行不行啊 我讲理得很 那您跟我走好不好 要走你走 快走走走走走 不是人家小两口住好好的 你老太子在这儿有意思吗 有什么意思啊 要啥意思有啥意思 俺就待在这儿 你咋的你啊 您看不出来啊 现在不是我嫂子离不开我哥 这是我哥离不开我嫂子 你自己住着也没用 你咋知道没用啊 上次他就提出跟你哥离婚了 你哥天天低暗跟盯贼似的 还要跟他谈一次 说病八九不离十 现在他就离了 心里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你非把人拆散了不可呀 小米啊 不是妈心狠 这是石碧的妈不得不怎么做 这件事啊又是成日了 俺真的没脸去见你爸 你知道不 好家伙 说来说去又那两句 你怎么这么封建思想 滚滚滚滚 你别烦我我跟你说啊 我多爱在这儿烦您啊 我 妈妈 我觉得您现在 越老越没劲了啊 你就今儿踏实跟我走吧 我不走 我就不走 人家不会离婚的 你在这儿守二十年也没用 怎么就看不透呢 看不透 俺就看不透 咋的 您这辈子呀 是包办婚姻 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爱情 狗屁 这事上我还就比您有发言权 我还这话说了 您啊拆不散他们 走着行 你怎么来了 不是不让你来接吗 咱不有车吗 再说了这么热的天 你挤地铁还是挤公交啊 天真姐 好幸福啊 老公天天来开车接 我们一会儿快西边 要不要送你一段 哦 不了谢谢 哦 拜拜 行 拜拜 那明天见啊 嗯 告诉你一件好消息 咱妈明天回老家 跳舞动了 那好了 我老觉得 这么做像是赶她走 是不是我心里挺变的 你不要想那么多 我跟你说咱妈那个人 是个接地气的 你让她整天在家带着 她也没事干 她不琢磨咱那些事 琢磨什么事 是吧 你让她回老家 是吧 有人陪她聊天 她还可以种种地 羊羊鸡 羊羊羊 多好 等她什么时候好了 咱什么时候把她歇好 那 那可是那个 这样能行吗 哎呀 没问题就这么定 妈好看啊 我来了 哎呀 哎呀 来来来 这桌子菜啊 都是咱妈也吃的 走走走走走走走 妈 没 没倒茶是吧 我给妈倒杯茶去 不用您张了了 嫂子你就坐吧 虎子 虎子 好了没啊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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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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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什么 妈 咱喝点小酒 高兴高兴 好 你长那么严肃干什么这次 来 妈 明儿我陪您回去 那什么都不用操心 哎呀 太多太多 妈 嗯 刚才我和现实在超市里 买了一些礼物 您带回老家去吧 送送亲戚啊 还有您的老姐妹什么的 是吧 嗯 另外 上次我爸住院那钱呢 我妈已经给您汇过来了 待会儿呢 您打个电话查一查 看到没到账 这个 是我的一个心意 跟现实没有关系的 都是我的工资 您留着慢慢花啊 又嫂子 能给这么多呀 这日子没法过了 是啊 嫂子 你说 你一下拿着这么多钱 弄我跟小米都不好意思了 是不是老婆 行行行行 妈 这是天真给你的啊 儿媳妇给的 啊 这 这是你自己的 是啊 都是我的工资 这到最后 还不是腰毛出在杨身上啊 放病 要不然怎么着得了 你收起来 呃 给重重上个不许班什么的 啊 早就看出来 你这个儿子 俺算是白养 坏着 你爸看命的钱 你妈真的还了 真的还了 待会儿您打个电话 查查到没到账吧 瞧瞧 没人欠您钱了吗 你们这是和气火了年安走啊 妈 你学信了呢 你不整天哭着喊着 要还你钱吗 她干嘛早不还完不还 偏这个节目眼啥还呢 那不诚信的是啥呀 妈 是这样 我妈那边呢 其实很早就想把钱给您还上 这不刚刚才凑到钱吗 您别误会啊 这多好 拿着钱回老家 要这么多钱干啥屎啊 来吧 来吧 来 来 喝 妈 来 咱喝一杯 佳佳幸福啊 佳佳快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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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佳佳快乐 你就给你妈妈喝金子 你妈妈都快乐不起来了 妈 喝杯福酒沾咽福气包 你好像来她快乐不了 妈 走一个 你怎么那么啰嗦你啊 贫吗你啊 来 来 来 妈 来 来 干啥给爱 豆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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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来吧 来吧 吃菜 吃菜 凭啥呀 凭啥呀 俺就该断死角色呢 俺就该美好 没干啥上天害理的事 他咋就娶了菜 他一个倒霉媳妇 就不行了 今天的鱼真是挺新鲜的 可不是嘛 这两条鱼还真行 小小啊 这牛子嘛 是吧 是啊 今天这是谁来呀 瞧你们这又是鱼又是肉的 美女 还有女婿也来 这谁要是娶了你们家天真啊 那可真是福气 瞧把你们老两口给忙活的 是是是 闺女也好 女婿也好 是是是 那鞋又好 那我们一起吧 好好好 再见 好好好 老伴 你要的面粉给你买回来了 来 玩玩 乳哥吧 太香了 快十二点了 赶紧给他们打个电话 问他们到哪儿了 他婆婆十一点半的火车 现在差不多应该回来了 对 该到了 我去打电话去 去吧 什么 怎么了 好好好 你不用操心我们 老太太没事就好 怎么了 没走成 谁没走成 现实他妈啊 为什么 火车来了她跳下去了 怎么能出现这种事呢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是是是是是 你说她要是被火车撞了 谁来负责 我们负责 我们自己 你们承认是你们自己的堂老师 吗 承认是是是 你们知道 她这样给我们的工作 带来多大的压力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一个有老年痴呆的老人 你们不让她在家好好的养活 让她坐着火车到处乱跑 你说这要出点什么事 这给社会带来多大的负担了 是是是是 是是是 既然你们承认是你们自己的看管师 好在没有出现什么特别严重的不良后果 是不是啊 是是 先个字 先个字回去吧 哎 以后别再出现类似的事情了 是是是是 是是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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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跟她说你妈也老能痴呆啊 你不这么说人能让你走吗 啊 你不得进去溜水啊啊 啊 你看看火车晚点多长时间 这次干净吧这次 我真不敢想 万一你妈出了事 是啊是 这么大岁数你 哎呀 你别着急别着急 哎呀 别着急走 妈你到底想干嘛呀 这么大黑锅我背得起吗 你告诉我你想干嘛 有你这样的吗 不是妈你怎么能就这样呢 真出事谁负责我问你 火车您都敢撞 妈我真没见过像你胆这么大的老太太 你真能把我们俩给下出心肠病来知道吗 我不是吓唬你 今儿我哥未准能回来了 他得在那儿赔偿人损失 不是那肯定的 妈你知道吗 你把人正常的烈尸吃个味儿全部搞乱了 现在赔偿是小事儿 说不定现在体育公安局正把我哥给抓起来了 我告诉你这儿破坏治安 破坏交通 对破坏交通 妈 抓抓被妈管谁 妈现在死的心都要 她管谁啊她 这一判不得判个十年八年的 出来黄花菜都凉了